1999年春天 因为我那喜欢冯晨晨的老爸 我略草率地拥有了这个名字 许文强 不过我是一个不一样的许文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一小时读书打卡计划 读历史 看哲学 让我明白只有战胜自己 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也有很多惊喜的奇遇 我偶遇过老乡 还相识了一对恩爱夫妻 他们是一对 六十岁刚退休的夫妻 出来自驾游的 我就觉得他们挺恩爱的 我真的很羡慕 他们当时的相终方式 以后自己老了 要是有一个老伴 能够一起跟我出去旅游 一起像他们这种相处 我就觉得真挺好 我曾经去过很多城市 但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去过玉龙雪山 但没看到日照金山 去过三亚 但却阴雨绵绵 如果有机会 我想和你一起去成都的小酒馆 听那首熟悉的成都 把我的未完待续 变成我们的美好记忆 我还萌生过一些新奇的想法 一百座城市奔跑计划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 我就要在那里跑一跑 唐州西湖 这是我打卡的第82座城市 现在我从事电子商务运营工作 这份工作让我了解到 女生最想知道的小秘密 比如同样的商品 为什么价格却相差这么多 过几天发现买贵了怎么办 价格相差的玄机 就在于搜索关键词的平地 如果现场女嘉宾有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